水浒传第111回 张顺夜幅金山寺 宋江智取 润周城 9300里长江水 远接汉阳江 寻阳江 阳子江 长江下游的苏杭 就是接下来宋江即将奔赴的战场 却说者方辣是安徽社州的山中侨夫 因为朝廷腐败无能 方辣借机联络造反 到如今已经占据八州二十五县 自立为王 独霸一方 此时宋江大部队已经来到扬州前线 对面的润州将是第一个用兵之处 方辣手下东厅书密石屡诗囊镇守润州 麾下有号称江南十二神的一队猛将五万精兵 润州是方辣地盘的北方门户 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招必须要谨慎 宋江派出了柴静张顺 还有石秀阮小青 这几个人分钻两路前往金山 郊山打探叙事 且说柴静和张顺这一路呀 奔着瓜州金山而来 早在南宋路由就写过 楼船夜雪 瓜州渡 铁马秋风 大三观 这瓜州渡说的就是此地 此时正是初春天气 阳子江边滔滔雪浪滚滩烟不好 本该是游春赏景的好日子 可是柴静张顺一路走来 却连个人眼都没见着 更不要说渡船了 这可怎么去对岸打探虚实呢 柴静等人只得先找个草屋歇下 随即张顺出来到江边侦察 浪里白条张顺 顾名思义 水里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呀 柴静这个不怎么会水的 此时只能作弊上官 他张顺要来一个渡江侦察记 借一番功劳了 只见张顺瞅准江心的金山寺 就打算游过去探个虚实 事业星月交辉 风田浪静 张顺游啊游啊 却见金山脚下 有一艘小船鬼鬼祟祟的滑了过去 张顺摸到船上 手起一刀先砍死一个 另一个直接吓倒在船舱里 说你是干什么的 小人小人定谱村 陈将士家的 我们我们陈将士 要投靠润州的吕淑密 如今是来给吕淑密送信回礼的 你姓慎 什么名字 几时过去投摆 船里有圣物见 小人无成 中月初七日渡江 苏州城三大王方茂 给了色号惊奇三百面 并主人陈将士观告 封做 风色扬州府尹 更有更有更有 吕淑密书渣一道 张顺在家询问 知道原来那陈将士 那叫做陈关 他还有两个儿子 分别叫陈毅 陈太 嘿 这是天色良机呀 若是能伴坐这个陈将士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润州城 这一番渡江侦查 也算是立了头功啊 却说柴锦张顺 回来报告此事 吴用和宋交 大喜过望 其实办做陈将士 非常的完美 不过啊 吕淑密书渣里面 明明写了 要陈将士 带着粮草和白银 前来交割 吴用先思细密 他更想到 要骗到 润州城里的吕淑密 先要骗到陈将士 这个时候 就用得上燕青了 当下燕青 谢真 谢宝 被吴用受益密技 三人来到定谱村 见到了陈将士 只见燕青一开口啊 满嘴的浙江本地人口音 旁边谢真 献宝 暗地里竖大拇指 这燕青的语言填腐 真不是盖的 由燕青临场应变 陈将士一点疑惑也没有 当下呀 他感激万分 设宴招待 燕青呢 趁机酒中下药 放倒陈将士 外面吴用军师派来的援军 早就到了 鲁之神带头 冲进庄内 众庄客四散奔逃 那到了第二天 从定谱村 开出了三四百只运粮船 船里 埋伏着宋军两万多人 直奔着润州而来 疏密吕尸囊 乃是一个精细之人 他先跋住江岸 控制粮船 然后呢 叫来了陈毅 陈太询问 此时的二臣 其实是 慕虹和李俊 假扮的 吕淑蜜 并没有放松警惕 眼看文书 一丝不苟 而且啊 越看 吕淑蜜 越是怀疑 为什么呢 唉 别怪啊 梁山好汉 长相太有特点了 像那 慕虹 李俊 都是英雄模样 煞气腾腾 吕淑蜜 已经 看出端倪了 此时 若不动手 只怕更加被动 说话间 只看张恒张顺 毅然杀将出来 李逵提着板斧来到城下 瞬间 润州城门处 展开了大混战 战斗当中 李逵砍死守门关 宋军涌入城内 那个江南十二神里的 其中四个 已经称了刀下冤鬼 吕淑蜜 带着其余六位 仓皇 毫离润州城 战下润州 宋军本该是开心的 可是青年兵马时 文质 宋万 交挺 陶宗王三人 竟然战死了 这让宋江 郁郁不乐 其实啊 我很理解宋江 征辽国 田虎 王庆 一百担八将 一人不失 此番刚刚第一战争 方辣 就丢了三人的性命 宋江 怎能不忧心啊 却说 吕石囊 丢了润州 带着残兵败将 退到丹土 坐镇苏州的方茂 派元帅行政 领兵来救 意图夺回润州 两人刚离开丹土县 就碰上了 官胜的一路军马 官胜明白 润州还没有 彻底安抚好 此时 本拦下着行政 润州 很有可能 得而复失 不容分说 官胜提刀应战 毕竟 二将厮杀 谁落马下呢 咱们下回分解 雷 肯好了 咱们下回分解 或是 预压